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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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看第五小节 我们要帮他介绍 超前落后工音的设计方式 在相位落后 超前的补偿控制器的设计方式不止一种 那我们这一个章节呢 是用TinoMan来设计 在讨论相位落后跟超前补偿器之前 我们先看看 超前跟落后 它各有它的优缺点 看第一个 相位落后补偿器 它的优点是1 可以改善系统的文态响应 第二个 降低系统的频宽 所以呢 使系统较不易受到高频杂讯的影响 它的缺点是1 会降低系统的频宽 所以使得系统的站态响应变慢 所以相位落后的补偿器 主要是用来改善文态响应 我们看一下相位超前补偿器 它的优点 第一个 系统的频宽增加了 所以呢 可以加速系统的响应 就是改善它的站态响应 第二个 它降低了部级响应的最大超越量 让站态表现更好 它的缺点是1 系统的频宽增加 所以呢 相对的 就容易送到高频杂讯的影响 第二个 需加增益放大器 来弥补低频的衰减 以改善系统的文态响应 对于暂态响应 跟文态响应 都不是很好的系统 我们可以考虑同时使用 相位超前补偿器 跟相位落后补偿器 也就是使用相位落后超前补偿器 那我们来看它的转移函数 GCS 会等于KC乘上刮弧 S加Z1 除以S加P1 这个部分 就是超前的补偿器 第二个部分 S加Z2 除以S加P2 这是落后的补偿器 其中 α定义成P1除以Z1 它是大于1 β等于Z2除以P2 大于1 所以整个的落后超前补偿器 就包含了第一个部分 KC的常数 乘上第一个部分 S 加上Z1 除以S加P1 这是超前的补偿器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 S加Z2 除以S加P2 就是落后的补偿器 把它整合起来 就可以让我们改善 系统的站态跟稳态特性 那针对落后超前补偿器 这设计方式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 α不必等于β 第二种 α必须等于β 那在我们这个设计当中 我们讨论的是α跟β不相等的情况 在α不必等于β的情况下 设计落后跟超前补偿器的原则如下 一先根据规格写出避回路系统的主极点 就是所谓dominal pole 也就是求出系统上符合上述规格的避回路的极点 第二步 设计相位落后补偿器中的相位落后补偿的零点跟极点非常接近 就是假设落后的补偿器 它的z2跟p2跟零点非常接近 换句话说 若sd为b路的主根 则sd加z2除以sd加p2的大小近似等于1 代表了落后补偿器的极点跟零点 它是距离原点非常接近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来设计相位超前部分的极点跟零点 所以是先设计超前补偿器的z1跟p1 还有kc 所以相位超前部分z1p1跟kc的设计 就可以根据我们前一位小节学的 相位超前补偿器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当z1p1跟kc设计完成之后 我们来设计后面的这个稳态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落后补偿器 所以根据稳态响应的规格 来设计落后补偿器的z2跟p2 所以我们会先求出它的kv 速度误差长数kv公式等于limit s7-0s乘上gs乘上gcs 经过整理之后 会等于limit s7-0skc乘上s加z1 除上s加p1乘上s加z2 除上s加p2乘上gcs 由于kc跟alpha可由前一页的步骤得到 所以呢 我们只要将规格上的kv带入 就可以求到beta值了 beta值到之后 再依据下面两个原则 就可以决定相位落后补偿器 零点跟极点关系了 就是求出z2跟p2的位置 原则如下 sd加z2除以sd加p2的大小 要近视等于1 那它的相位部分 要介于0到-5度之间 在这个小节 我们介绍了相位落后跟领先的补偿器的设计方法 那我们将这个设计方法